大家好,我Justin 今天你开机了没有? Uber在星期二的时候 星期二下午,我看一下 24号星期二下午 4点多的时候 突然发一个信息 给我们所有的司机系统里面 说 你可以不可以上线 马上知道 我还以为17号的时候 他已经改好了 可能是受到17号的游行的影响 他说,先说把责任提给政府 因为政府要做,我们没办法 一定得做了,这肯定的 那我也是这样做 我要做了吧 我也这样说 提给政府吗? 求提给政府 免责声明 你说不要怪我 不是怪我Uber 政府要我干的 要怪怪政府 怪天怪地 怪政府 不要怪我Uber 所以 所以 改了 改了 系统 就从星期二下午开始就改系统 就很多人 结果就是很多人 星期三 没办法上线 真的啊,不开玩笑 因为我两三个大车的 做SUV的朋友 就说 可能没做够 就 没开机 开不了机 或者说开机 开我 他就 他就被迫下线了 所以 现在的情况就是 可以给你挣钱 但是 压力真的很大 就是 挑选啊 应该就是说 整个系 整个系统 现在就是 Uber 或者政府 希望你们就是 努力干 拼命干 冲冲冲 往前冲 就算开机的人 像我 我正常开机 我还算 蛮拼的人 但是 我觉得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嗯 我觉得 我随时都会被 被他关机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压力很大 以前 出去做两餐当 顺怒我就回家了 哎 三四点四五点哦 我就不回曼哈顿了 现在不行了 现在得 得回去继续干 熬单子啊 嗯 熬那个业绩熬那个 拼那个单子 想说 反正就以那个 不关机为目的吧 我是做布拉卡 大家也可能都知道了 就 不知道啊 豪华系统的话 就是说每一周 就是你 不去旅游 想轻松 每个礼拜 做二十五个单子 二十五个 不拉卡 就是 guarantee了 guarantee你 永远都开机了 你想开就 想开机就开机 当然在机场 一样 一个屌样 一个屌样 在机场 那我刚刚从 拉瓜地亚回来 机场 现在 也是 整个setting啊 真的也蛮混乱的 机场的setting 非常混乱 然后 还有什么 还有 就是我收到保险公司 另外我收到保险公司说 提醒各位车主 这是对所有车主的 也不是 装备针对我们 开电着车的司机了 就是 十月份 十月份起 那个MTA 就会在 正式的 在 巴士上面 装摄像头 从年初我们就听他说 要装摄像头 到 他 已经 发出通告 在报纸上面 发出通告了 说 十月份 就 就 装摄像头 预计 年底 全部 全部装好 所以说 为了钞票 为了钞票 OK 美金 最高可达250 不是一次性给250 目前是听说 就是像正常的那个 那个罚单 从50开始 然后 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上去 OK 那就我们 下次再聊 别的话题 看看有什么 我们可以聊的 拜拜 哦 不要忘记了 订阅 点赞 分享 OK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